扫地机这个品类并不算是一个新鲜词汇 从我购买第一台米家扫地机器人一代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 如今它仍然在父母家每天十点开始订点扫地 今年从明星代言扫地机开始 这电器好像才真正进入了家庭的标配阶段 在软轮之前就给它留好位置 扫地机的各种品牌各种价位 有买牙刷就送的横冲直撞型机械笔杖扫地机器人 也有四五千的知识家具识别3D建图的AI智能扫地机器人 我们对扫地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 有没有一款可以满足日常需求 功能有稳定成熟的性价比扫地机器人呢 欢迎收看今天的逆时针开箱 是的这个颜色是久违的我喜欢的百搭的灰白配色 之前的亮面黑色虽然看起来高端 但是容易被灰尘猫毛这些弄的啥也不是 扫托机器人二代顶盖是这种亮面珠素的工艺 其他部分是摸起来很舒服的这种磨砂晒纹 顶部装取的成盒和更小的充电机座 它的价格公布的时候是让我有些意外的 四年前的一代扫地机不带拖地不带震动 甚至不带激光避障也要1699 但是这台机器该有的LDS激光传感器 碰撞悬崖跌落传感器 回冲红外传感器 8颗DTOF激光避障 甚至有不属于这个价位的功能 声波震动脱步 也给你堆满 大品牌做入门款有一个好处 技术都是已经上代下放的成熟技术 不存在新奇特功能 所以不会有买回家 这个功能有是有 但是并不好用 严重拉低语气值的这种糟糕体验 先从箭图和路径规划说起 在开机第一次清扫的时候 扫机会用顶部的LDS激光雷达 把户型家具这些固定的位置生成地图 这样就可以在米加APP里 设置它的清扫禁区 这代可以分别设置 拖地和扫地的专属禁区 可以设置房间的清扫次取 比如说先扫卧室 后扫厨房 然后不同房间的水和吸力的配比 都可以设置 然后在开始清扫的时候 前面的8颗DTOF 可以实现实时避障 不仅能避开固定的位置 像沙发椅子 也能避开临时出现的 比如鞋 玩具和小吞 这里有一个并没有写在产品页里的功能 就是月杖设计 它可以越过最高两厘米的垂直高度 在识别高层变化需要月杖的时候 会通过改变前进速度 方向 也就是扭一扭再加把劲 来达到月杖的目的 看到它这么努力 我想起来一首歌 吸力方面 2800WP的吸力参数听起来不高 但是怕这种单位听一听就好 能不能把灰尘从地面上带上来 主要还得看风道的设计 边刷的扫动和主刷对地面的拍打 用手加扫把蹭不掉的地方 扫地机吸力再打 也吸不上来 这方面的技术方案 整体已经趋向成熟 以后就看哪家先给主刷上 能切断毛发的这种镊和刀片了 托地方面 这片托布它的宽度 几乎占满了原型的直径 可以在APP里打开专业托地模式 它的前进路线就会从 一字形变成Y字形 就会前进和后退同时擦地 可以看到托地板内置了一块声波震动片 可以让托布板达到 每分钟超过一万次的震动擦地效果 打开之后的声音有点熟悉 我把一包黏糊的番茄酱涂在瓷砖地面上 北方的干燥环境下搁置一个小时 我们先用托把试一下 大家可以盲猜一下 觉得托布更干净扣一 觉得扫机机更干净扣二 我们先用托布更干净扣地面上 我们先用托布更干净扣地面上 扫地机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一次擦干净 但是这个效果着实超过了我的预期 如果说小米生态链的产品是走性价比路线的 那么这台米家扫脱机器人2 就是小米生态链里那台走性价比的机器 内卷成这样 要不是广告法不允许 我想在产品业里这么写 如果你还没有拥有过一台扫地机 那么这台米家扫脱机器人2 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一款 好了这就是本期更新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 收藏 投币 我们下期再见